我怀疑我男朋友出轨,送外卖的时候帮我拍一下屋里的人,不拍给差评,我是一名外卖员,这样的订单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了,帮人捉奸,挺刺激的,有的时候屋里的人见到我那个手机在门口,都会疯狂逃窜,或是对约我大吼大叫,心虚的不得了, 这种的一看就是真的有鬼,反而是那种大大方方敞着门,要求我删掉照片的,基本都是没事的,干这个事也有风险,之前遇到过脾气不好的,上来就想打我,这种我会赶紧跑路,然后告诉他老婆房间里有个女的,具体后事如何,就不是我操心的了, 接下这单后,我第一时间加了那个女人的微信,送外卖是一回事,头腿捉奸又是一回事,这是两单,要两分钱的,在后台给我留言我可不认,那女人极不情愿地给我发了个红包,还发来了一段语音,现在这外卖员,就想着钱,就让你顺便帮帮拍一下,怎么那么多事? 我直接忽视了她的贬低,收了红包,顺手回了句,好的美女,我现在就过去,爱说什么就说什么,哪有赚钱重要,很快,参好了,我以最快的速度。 送到了地方,先开了手机的摄像功能,再按的门铃,您好外卖到了,连按了几下,门内就传来了女人的声音,老公外卖到了。 女人,真有女人在,我瞬间激动了起来,八卦地等着房门打开,开门的是个男人,长得瘦瘦的,一副肾虚的样子,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啊,那个男的狐疑地看着我,我没订外卖啊。 我把手机贴在胸口上,回了一句,那可能是你女朋友订的吧,反正地址是这里没错的,我也没订外卖啊。 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,那声音让我瞬间毛骨悚然,这声音怎么跟我老婆声音一样,我震惊地抬头,正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美女,从房间里往外走, 身上只穿了吊带背心的和短裤,那胸前的波涛呼之欲出,白花花的大腿就在那么晃荡着,而这个女人,就是我老婆,王丽。 她刚才,是不是还叫了这个男的老公? 王丽注意到我的目光,赶紧捂住胸口,看什么看,你个臭流氓。 我刚想说话,那男的推了我一下,直接关上了房门,门外,我气得发抖,为什么王丽会在这里? 她不是跟我说要出去做美容吗? 冷静冷静,万一是看错了呢? 况且,刚刚那女人的反应,明显是不认识我的,我深吸了一口气,给老婆发了一条微信,老婆美容做完了吗?我去接你吧,几乎是秒回。 结束了,我正在和朋友逛街,晚上晚点回去,据我所知,老婆她的几个闺蜜,现在都在外省工作,疫情这么严重,怎么会突然来到这边来她? 那我又发送了一句,哪个朋友啊?我认识吗?给你打个视频吧,总要让我看看你在哪儿。 这条消息一发出去,我就立马打了视频过去,没有给她任何喘息的时间。 然而,电话刚响几声,就被挂断了,王丽发来了愤怒的表情包, 你干什么?不是说了我和朋友在一起吗?这时候你打电话过来,显得是很没有素质。 我不知道,我作为她的合法丈夫,给她打个电话有什么没有素质的地方, 但很巧,这间副驾的门不是很隔音,我只是趴在门口,就听到了里面的电话铃声, 那是王丽亲自挑选的视频铃声,她当初说,这个铃声是我的专属, 只要电话一响,就会知道是我,现在想想应该是方便防着我吧, 她在外面干柴烈火的。 我的电话,近来她好有个心理准备,可真是讽刺啊, 我又盯着那房门许久,记住了这家门牌号,才离开,这下已经没有半点侥幸心理了, 王丽她就是背着我在外面偷星了,还是个这么不中用的小白脸, 刚刚她没认出我来,应该因为我戴着头盔,看不清脸吧, 手机嗡嗡的震动,是那个肩肤的女朋友,东西送过去了嘛,她家里有人嘛, 我这时候才注意到,因为太过震惊,录着的视频都没有关, 我将视频的后半段都剪掉,截取到我被那男的推出房间,这样视频就很短了。 但足够把王丽派得清清楚楚的了,视频发过去后,那女人立马就炸毛了, 连着给我发了好多的条的微信,我就知道那男的不是什么好饼,你再敲门。 给我扇他们俩巴掌,加钱。 我加钱? 我坐在楼梯间里,猛吸了一口烟,就扇两巴掌,这够干什么的,这就够解气了。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,三年前我跟她结婚,天价的彩礼,全给了她弟弟。 这些年我赚的钱,也都拿给了她家里,我心里有怨言,但待她从来都是真心的,不曾想到,投来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。 手机一直嗡嗡作响,那个女人一直在发消息过来,发泄着自己的不满,我熄灭了烟,回了一条消息,打几巴掌就痛快了。 我这有更好的报复手段,要不要试试,对方明显蹲了一下,隔了许久才说道,你是谁? 视频中那女人的老公。 对方没有再发消息过来,我也不急,反正对方肯定是看到了,我收起手机,直接骑车回家了,不干了,谁爱干谁干吧。 回家我就把那个小区地址发给了朋友,刚好朋友在那边的工作,很快就查到了,房主叫观音,这名字听着有些熟悉。 不就王立的老板吗?他在的那家小公司,顶多算是个小作坊,那小老板竟然还有钱买个房子,专门养小蜜的,难怪连门都不格音。 当天晚上,我尽我所能,将这个小老板查了个底朝天,为此各大查询网站的会都办了好几个,这老板确实要比我有钱,有钱很多,王立跟他混,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钱。 那我的钱呢?我为了和他结婚,耗尽了家底,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,媳妇还跟人家跑了,这是说出去,狗听了都得叹气。 我在心里骂了这对狗男女千八百遍,想着一定要把这些年的辛苦钱要回来。 在离婚,王立进家门的时候,已经十二点了,十二点,这个女人在人家待到十二点才肯回家,还不等我开口质问,王立就开始破口大骂,你回来这么早干什么? 这个时间点赚的多你不知道吗?还敢回来这么早? 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,以前我总是忙到两三点才回家,为的就是凌晨的高佣金,能多赚点钱,你TM都出轨了。 我还像个傻狗似的赚钱,那不是缺心眼吗?可我没有露出马脚来,若无其事地说道,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? 和哪个朋友啊?大晚上的不安全。 王立表情没有半分的不自然,聊天忘记了时间,不过我打车到楼下,很安全。 哦,我应了一声,语气不嫌不淡,竟然是打车回来的,你朋友没送你啊。 王立没有了回音,似乎懒得跟我交涉,我又悠悠地补了一句, 我记得这里跟你相处比较好的,就是你那个老板了吧? 此话一出,像是踩到王立雷点了一般,暴怒地骂道,你什么意思? 怀疑我我出轨是吧?怀疑我跟老板有一腿,你个没能耐的,有什么资格怀疑我? 我挣的钱比你都多哦。 这就急了,听着他骂的话,我紧了拳头,他那个破工作,原先也就两三千块钱, 前几个月突然涨到了八千,比我的工资还高了一大截, 现在想想都是那个观音,合着那个时候跟他们两个就搞上了, 我深吸一口气,装作无辜的样子,你怎么突然这么生气? 我只是问问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而已,也没说怀疑你们啊。 王立气势逼人,我让你问了吗?告诉你,这几天给我赚出一千块钱来。 一千块钱?我有些震惊,我跑一单就几块钱,你这张口就要一千,你当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 王立上下打亮着我,眼神中的嫌弃不加掩饰,你怎么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啊? 我弟要换新手机,我拿三千,你拿一千还不行? 他这话中,似乎给他弟花钱再正常不过了,那语气中的鄙夷,让人恶心, 我站起身来,逼近王立,你赚的钱都是婚类财产,不管你给你拿了多少钱,其中都有我的一半,你经过我同意了吗? 你弟他是没手没脚吗?张口就是跟你要钱。 李文! 王立大吼了一声,双手用力地推着我的胸口。 你现在跟我分得这么轻了是吧? 我弟那是我的亲人,我给他花点钱怎么了? 王立夺门而出,走之前还不忘加了一句,能过就过,不能过就离。 离! 这婚肯定的离,不过不是现在,王立这个弟弟跟吸血鬼一样,每个月都有各种理由要钱, 王立拿去的钱都够给人家换台车了,我还只能骑个小电驴,累死累活地赚几块钱,不一会儿的功夫,手机里就来了短信,王立直接刷走了四千块钱。 王立,你他们真敢啊! 我赶紧在线上改了银行密码。 这钱我要是不拿回来,我都不姓李。 手机突然亮了起来,是那个女人的微信,我出差马上回来了,我们见一面。 第二天中午,我就见到了那个女人,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西装,手里还拎着公文包,风尘仆仆的,显然是刚刚出差回来。 她一眼就看到了,毕竟一个穿着黄马甲的外卖员,大中午的不送外卖,坐在咖啡店里喝冰水,确实有点显眼。 女人人还没坐下,就开门见山地问道,那个真是你老婆。 我没有回答,而是伸出了手,李文。 女人瞥了一眼,但没有回我,只是自爆家门,我叫丁思琪,那天让你派的人是我老公,观音。 她的情妇叫王丽,也许是我没有以自己老婆的身份介绍,丁思琪的眼神有好了许多,在我对面坐下,观音是个小老板,手里攒了不少钱,但我确实没想到她还敢背着我买房,就为了养一个小三。 丁思琪义愤填膺地说着,娇美的脸上带着愤怒,我仔细观察她,是一张十分精致的娃娃脸。 她和王丽还不太一样,王丽是阴柔中带着魅惑。 而丁思琪是清心的,让人一步开视线,你看什么呢? 丁思琪警惕地看着我,我赶紧回过神来,倾咳了一声,我要明确一点,你要报复观音,是准备让她抛弃王丽回来找你,还是和她离婚? 当然是离婚了,偷过新的男人,身上永远都是臭的,还要她干什么? 我要你跟我合作,让他们两个都付出代价。 为此,我是带着诚意来的。 我一条眉,示意她继续说下去,丁思琪喝了一口水,说道,观音她没有生育能力。 哦,这可是个重磅消息,不过如此一来,这个渣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四处留情,还没有后顾之忧了。 不过这件事情她并不知情,我们结婚三年,她一直催我要个孩子,却一直都没有要上,她就一直认为是我的问题。 再加上她赚了点臭钱,每天都说我是个不下蛋的。 后来我偷偷给她的体检中加了一项,果真是她不能生育。 我陷入了思考,既然如此,等她喜当爹,你就可以顺利离婚了。 丁思琪目光炯炯地盯着我,所以,我希望你能让王丽怀孕。 我拒绝,我想都没想,直接否认了,想起王丽娇滴滴地叫观音老公,我就犯恶心,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,怎么可能会答应这种要求? 丁思琪呆愣了一下,显然是没想到我会拒绝,有些窘迫地咬着嘴唇,观音手里确实有钱,还有点人脉,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报复手段了。 看着他无助的表情,我的心软了,赶紧上前安慰道,报复一定会报复的,但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。 你今天带来的消息,确实能起大作用。 我和丁思琪在咖啡厅坐了很久。 做好了准备以后,才可回个家。 我回家的时候,王丽还没回来,问了丁思琪,观音也不见人影,那就清楚去干什么了。 我给王丽发了微信,要他早点回来,不然就去单位接他,可能是怕我发现什么。 他很快就回来了,进门就破口大骂,你怎么又这么早回来,就赚那么点钱,还打算让我养你啊? 我呢?我的胳膊上已经青筋抱起了,拿了四千块给他弟弟买手机怎么不说,这会儿嫌我养不起他了,赚多少都不够他败价的。 我强忍着怒火,将烧好的菜端上桌。 别生气啊,老婆,我发现你最近食欲见长,特地做了你最爱吃的,快来吃。 王丽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,眼神中还带着鄙夷,我全当没看见了,甚至还给他加了几口菜,王丽吃了几口,胃里就翻江倒海地,立马冲进厕所吐去了。 我跟在后面,满脸兴奋地说道,老婆,你这个反应,不会是有了吧? 真的太好了,我们终于要有小宝宝了。 真的? 王丽眼睛里闪过兴奋光芒,我心里清楚那光芒不是为我,而是可以考劳金主的筹码。 哼,开心去吧,王丽兴奋了一会儿,又立马变回了严肃的表情,不可能吧,我觉得应该不是,可能是最近肠胃不太好吧。 说完,擦了擦嘴角,再一次坐回餐桌前,猛吃了几口,这一次他强忍着干藕的欲望,强行将所有的食物都咽了下去,我看着可笑,那你多吃点吧,我要去工作了。 说完,我转身就走了,毕竟桌子上的每一道菜都下了料,我可不想亲自试试,不用想也知道,我一走,王丽就会给他的好情人观音打电话,别管是不是真是,这都是抱上大腿机会。 所以,就算他去医院检查也不怕,即使查到没有怀孕,他也会选择隐瞒,而我要做的,就是提醒他,引他自己上钩。 只要他够贪心,就一定会上套,果不其然,没过几日,丁思琪就联系我,说观音找他离婚,理由是感情不合,我冷笑一声,用脚趾,想也知道是因为谁。 只是没想到,王丽反应还是很快的,几天时间就把观音忽悠瘸了,宁可分丁思琪一半财产,也要离婚,丁思琪也不客气,直接找了律师清算财产,连观音优惠的小房子也都查了出来。 当然,观音之解释那是他之前投资的房产。 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出轨,还让王丽怀孕了,丁思琪也不多说什么,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,就用了几天时间,就签协议,办了离婚手续,转眼间,丁思琪摇身一变,成了个小富婆,连我都眼红了,分的财产和房子,够我忙到下辈子了。 可丁思琪对这个结果并不是很满意,李哥,我要的是,这对狗难女遭报应,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快地离婚了?我心里还憋着一口气呢?那畜生现在肯定还偷着乐,笑我连他出轨都不知道呢?我心里暗骂了一句脏话。 报复是报复,甩这么一大笔钱出来,还有什么不满意的?还我的话,我立马拿着钱出去潇洒去了,还报复什么?不过当着丁思琪的面,我肯定不能这么说,细心地解释道,现在离婚,财产就已经分割了,公司再赔钱,就不会损失你的那份了。 丁思琪心领神会,情绪高涨,那可要把事情闹得大一点,最好让他赔个底朝天。 我当然想这样,最好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的才好。 对话之时,丁思琪的手机响了,是没有备注的号码,但这号码我太熟悉了。 不就是我那个准备抱上大腿的妻子吗?我立马晋升,在一旁听着两个人的对话,王力的声音轻快中带着嚣张,目的就是和丁思琪见一面,见面啊,这可一定要看看那个没脑子的婆娘能做出什么花来。 他们俩见面的当天,我就在隔壁桌偷听着,那叫一个精彩,王力从屎指中都顶着腰,扶着小腹,生怕有人看不出他怀孕似的,他小心翼翼地坐下,挑衅地说道,如你所见,我怀孕了,观音的。 别看丁思琪平时杂杂忽忽忽的很不靠谱的样子,但关键时刻还是很沉稳的。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,你愿意捡垃圾,那是你的事情,没必要特地来告诉我。 有的人啊,生不出孩子还理直气壮的,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,说是自己离婚的明明是被人赶出家门的。 从我的角度,刚好看到丁思琪翻了个大大的白眼,如果你只是来跟我说这些的,请回吧,我确实听着有点反胃。 王力的声音又提高了几分,你别装无所谓,我告诉你,我和观音早就在一起了,我们才是真爱,你不过横在中间的一个阻碍罢了。 早在一起,是什么时候呢? 王力大大方方地说道,去年年底,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,我这肚子里的孩子都已经一个月了,看到没,这是我观音的银行卡,都说了。 让我随便刷,丁思琪优雅地喝了一口茶,他的一半财产都归我了,你那能有多少钱? 你 没想到丁思琪说话这么气人,只可惜我坐的位置看不到王力的脸,不然好想看看对方被气得有多么扭曲,据我所知,你已经结婚了,那你跟观音永远都不会是合法的,你们是偷情认识的,你猜他会不会因为偷情在抛弃你? 王力有些急了,你不用拿这些话刺激我,等着,我回去就离婚,到时候,观音一定会娶我的,那你让他好好加油赚钱吧,毕竟他的一半财产已经到我手里了,到你,那可就只有四分之一了。 丁思琪这几句话,出人废管子啊,几个回合下来,王力不但没有挑衅成功,反而被气走了。 这可太有喜剧效果了,王力刚刚走出去,我就关闭了录音笔,大笑出声,这个王力还以为自己瞒过了所有人,可以掌控全局呢,实际上如同一个挑粮的小丑一般,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戏完,也多亏了王力的蠢。 观音出轨,让人怀孕,证据确凿,至于以后,他会不会发现自己不能生育,并将这件事情大张旗鼓地告诉别人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 我将录音笔给了丁思琪,放在我身边,很有可能被王力发现。 还是他那里安全一点,辛苦了,你做得很好,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 李哥! 丁思琪有些担忧地说道,王力说话挺嚣张的,说不准已经找了方法搞你,要不要我那些钱出来帮帮你。 我轻笑了一声,调侃道,这话怎么听着,像是我要被富婆灵性了似的。 丁思琪的小脸瞬间红了,我不是这个意思,你帮了我这么多,我总要帮帮你才是。 我微微一笑,我从未问过丁思琪有多大,这想法倒像是个小孩子。 那些钱都是你应得的,至于我的钱,我会自己要回来。 告别了丁思琪,我直接回了家,一想到事情已经闹到这种程度了,也没有什么工作的心情了。 今天王力倒是回来得早,应该是着急跟我离婚,连他的金主都来不及见了。 进门看到我,立马就开始找茬,你就打算这么混日子了。 不赚钱了?我看你就是不想跟我过了吧。 这些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,早已经厌恶至极,不过为了接下来的计划,我收拾好自己的心情, 咧着笑脸说道,老婆,以后我都不用送外卖了,那工作又累又不赚钱。 我高中的兄弟,准备做生意了,渠道都已经找好了,就等着我来当股东了。 王力刚想骂,一听到要当股东,来了兴趣,投资赚钱吗? 不赚钱,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啊? 我那兄弟之前做的几个项目,那都是几千万的赚啊,我虽然不能赚那么多,但是跟着他几百万还是赚得到的。 到时候,我们可就是有钱人了,你就不用在那个小公司受气了,就那个小公司,我都能直接给他买下来。 说到最后,我特地加重了语气,为的就是强调,未来,我要比关音还有钱, 更何况,关音刚刚被是丁思奇分走了一半的财产,哪边的利益更大? 就要他自己衡量了,王力没有那么兴奋,反而是陷入了沉思,许久才问道,你这个生意稳赚钱吗? 当然稳赚钱了,我掏出手机,拿出了准备好的转账记录,那是我让丁思奇转给我的五万块,后面我又把钱转回了那个账户,我这一周都在盯着这个事,确准赚钱了才敢来告诉你啊。 上周给了他五千块钱,这才一周的功夫,就减回头钱了,你说有这生意,我还送什么外卖啊? 王力抢过手机,盯着那转账记录,看了好几遍。 才抬起头,激动地问道,赚回来的五万块已经投进去了。 当然了,我压低了声音,神神秘秘地说道,说实话,这赚的是快钱,现在有这么高的回报率,之后就未必会有了。 那快,快把钱都投进去。 王力喊道,我摇摇头,叹了口气,没钱了,我的积蓄都投进去了。 老婆,我之前赚的钱都给小舅子了,你看能不能让他先还我,等我赶完这一波红利以后,他要多少都有了。 王力没有回答,他弟弟的钱肯定是拿不回来了。 这些年拿走的钱,早就让他败光了,我也没指望要回来那一份钱,我的目标是观音给王力的那笔钱。 行,你等着,我去跟他要。 王力一咬牙答应了,王力的动作倒是快,第二天就拿了一张银行卡过来,整整五十万,还真不是个小数目。 不过我早有预期,观音的财产被分走了一半。 王力这个后来者肯定心里不平衡,而能让他平衡的点就是和我离婚,再分走我的一半财产。 这个节骨眼,我说能发财,谁能不上头啊? 听丁思琪说,观音可不是一个大方的人。 就算王力怀孕了,也不可能给他这么一大笔钱,所以要么是王力自己弄来的,要么就是王力给观音画了大饼,硬要来的钱。 我是不关心钱是怎么来的,我只关心到我守多少,我笑嘻嘻和王力说,老婆,有这些钱,我们就能赚翻了。 你看,那天我投进去五万,这才几天时间就变成十五万了。 这个转账记录当然是假的,可王力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了,连续两次赚了钱,谁都会深信不疑的,王力咬牙,我弟弟现在还没结婚,先把那婚房抵押出去,等到过几天赚回来,我们就收手。 我心里都要乐开花了,猛地点投,投资毕竟有风险,我们就投这一次,见好就收。 见我如此谨慎,王力更加信任我了,回去就把弟弟的房子抵押了,这个不长脑子的,还用自己的身份证做的抵押,那可太好了,收到钱以后,我直接把钱转到丁思琦那边,就没有什么作为了, 直到几天后,王力找到我,李文,你的那个投资怎么样了,能不能先折现一部分,我抵押的是短期贷款,要到还债的日期了,我立马从沙发上坐起来,满脸好忧愁嘛。 老婆,现在没办法提现了,市场动荡,用我们的钱买的东西,全部都砸手里了,我兄弟那边已经在补救了,说不定两三年就能把本金赎回来。 两三年,王力惊呼出声,两三年他可等不了,不管是贷款,还是他肚子里的假孩子,王力傻眼了,拽住我的衣领摇晃着,你是个骗子。 还我钱,还我钱,我抓住他的手,解放了我的衣领,什么你的钱,我的钱的,这不都是我们的婚内财产吗? 你放心,我们的钱一定会回来的,现在你的工资也高了,我在努力地赚钱,这窟窿肯定能填上的。 王力一把推开我,狗屁的婚内财产,我的钱就是我的钱,八十多万败光了,凭谁让我赔你还? 还好意思说,我赚得多,以后就打算吃软饭了是吧? 我装作无辜的样子,我拿钱过去的时候,不是经过你同意了吗? 那投资有风险,谁能想到这个红利期这么快就过去了? 王力大骂道,我同意的是,让你赚钱,谁让你赔钱了? 我告诉你,老娘不可能因为你的失误降低我的生活质量。 看着王力的情绪越来越激动。 我突然想看看这个女人能疯狂到什么地步,于是又加了点料, 你放心,等这次的风波过去了,我一定把你的生活标准提上来,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事,就是把房子卖了,之前我为了多赚一点, 还和一些组织借了钱,三十万,把这房子卖了, 还完剩下的钱,足够我们租个好点的房子了。 还租房子? 李文,你要不要点脸啊? 我要离婚,我觉得你一定是出去赌博了,我要求你净身出户。 我轻笑了一声,你要求我净身出户啊,那你出轨怎么算呢? 还和自己的老板。 王力愣了一下,立马拔高了声音,你怀疑我是吧? 我看出轨对象你吧,送个外卖,还敢出去勾人,你也配。 一般情况下,这种大吼大叫的,就是心里有鬼了, 我冷笑一声,出轨的是你吧。 跟观音,这里还有一个他的孩子。 我的手指尖指着王力的肚子,慢慢滑过,像是要把他的肚子花滑开,王力呆愣在原地,脸色惨白。 你,然而几秒钟,王力又恢复了平静,鄙夷地看着我,既然你已经知道了,那就应该清楚自己跟人家有多大的差距。 你就是送一辈子外卖。 也达不到人家那个境界,即使这一切都是我推动的,但听到王力的话,还是令人作呕。 我一把揪住了王力的头发,出轨还理直气壮的,谁给你的勇气啊? 王力被我拽的身体向后仰着,嘴里满是问候家人的叫骂声, 我扇了他一巴掌,将人直接甩在沙发上,骂得也很是难听,终于解了憋了这些天的恶气了。 王力狼狈地爬起来,眼神异常地决绝,既然如此,算是我出轨了。 我净身出户,你的债务自己解决,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我坐了下来,点燃了一支烟,你就这么确定,观音会帮你还债? 这不用你管。 现在,起来,去离婚。 我自然不会拒绝,利落地起身,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证件出门了,完全无视了身后震惊的王力。 民政局今天没人排队,我们很快就办好了看离婚,王力甚至都没有回去收拾东西,叫我全部都丢掉就好,而后转身就走了。 我倒是不意外,他这般嚣张,不就是认准了观音会管他吗?那倒要看看这个婚能不能结成,第二天早上,我就带着丁思琪去民政局外面蹲着。 果真蹲到了那两人,这下两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,更是肆无忌惮地贴在一起,王力死死地抱住观音的胳膊,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。 则,这俩人真恶心,昨天离婚,第二天就来领证。 我山洞桌手里的扇子,擦了擦汗,这大夏天的,可真热啊,王力让我的坑的用房子抵押贷款了,为了还上钱,肯定要拿孩子逼婚啊。 丁思琪看着那对狗男女往这边走,扑斥一声笑了出来,我已经开始期待观音的反应了。 说吧,丁思琪就站起身来。 朝着两人的方向走去,手里还拎着一份文件,我没有动,就躲在不远的角落里。 这里刚好能听到他们的谈话,只见丁思琪走到两人面前,语气轻松。 哟,二位准备结婚了。 从我的角度,刚好可以看到王力的表情,上一秒还柔弱娇羞,下一秒就换上了挑衅的微笑,是啊,我们准备结婚了,我们的孩子可不能没有一个家。 观音则是将王力护在身后,丁思琪,我们已经分开了,希望我们能够开启各自的生活,不要打扰对方。 丁思琪直接无视了观音,双手环抱在胸前看向王力,你确定你怀孕了? 当然,我告诉你,观音跟你离婚,就是因为你是个不下蛋的,现在我能让他传宗接代,他自然会选择我。 王力说着,又顶起了腰,抚摸他那平摊的小妇,观音死死地盯着丁思琪,生怕他对王力做出什么事情来,你已经得到你应得的财产了,请你不要,他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丁思琪打断了。 他直接将那份文件拍在了观音的胸口上,正因为我拿了你的一半财产,我才要提醒你,看完了文件,再进去结婚。 观音不明所以,却看到那是一份观音的体检报告,他应该是想起了那次体检,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 伴上,直接转过头,将王力推到在地上,王力被吓了一跳,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人,你疯了,我还怀着孩子呢,干什么推我? 观音的眼睛通红,大声地指责,谁的? 谁的?你是说孩子?当然是你的,不是你的我,为什么要跟你结婚?不要听那个女人的话,她就是要挑拨我们的。 此时的丁思琪,已经在旁边的楼梯上坐好了,正撑着下巴。 光明正大的看戏,王力那边就忙得不行了,她不断地安抚观音,哄着她往民政局里走,可观音就是不肯移动半步。 王力,你偷拿我的银行卡,五十万说花就花没了,我都没有怪你,我对你不够好吗?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王力声音提高了几分,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了吗?那张卡算是你给我的彩礼,怎么还要提这件事? 再说,我们马上结婚了,还分什么你的我的?不结了,还结什么婚?你给我该干什么,干什么去? 不结了,王力突然抱起,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,你还想甩了我不成,我告诉你,不可能,今天这婚必结。 观音的脸色依旧难看,一脚踹在了王力的小腿上,你给我滚。 此时的王力,哪里还顾得上形象,上前抓住观音头发,你不想结婚是吧? 好啊,大家都来看看啊,这个渣男想要抛下怀孕的我了。 周围的人不少,很多刚刚就注意到这边的闹剧了,你给我闭嘴,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观音大声呵斥道,怎么没有关系?我为了你昏都离了,你必须得养我。 骂吧,观音骂了一声,我特么不能生育。 托,我确实没忍住,刚喝了一口水,立马笑喷了出来。 没想到观音这么勇猛,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大喊自己不能生,这可真难忍啊。 此话一出,王力也傻了,半天都没说话,许久才难难道,你不能生。 我没有生育能力,我倒是想知道,你肚子里这个孩子是哪来的? 王力慌了,他上前想要抱住观音,却被对方一脚踢开。 观音,你听我解释,解释个屁,你勾引我,破坏我家庭,还给我戴笔帽子。 我特么打死你。 王力都吓傻了,一边跑一边哭喊,我,我没怀孕,都是骗人的,观音你要相信我啊,我们才是真爱啊。 两人的戏份录得差不多了,我关闭了手机的录像功能,走到丁思琪身边坐下,丁思琪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小零食,递到我面前,爆米花,花生米,要来点吗? 我接过一袋灵石,悠哉地看着那边扭打在一起的两人,你说他俩还会在一起吗? 丁思琪问道,我摇摇头,都这样了,还能在一起,那真是为民除害了。 为民除害啊,丁思琪笑了。 那我还是祝他们俩早生跪子吧。 话音刚落,那边扭打在一起的观音,突然跑了过来,在丁思琪面前跪下,急促地说道, 思琪,之前都是我不好,是我被那女人蒙蔽了双眼,你原谅我,我们重新,在一起好不好。 丁思琪瞥了他一眼,直接伸脚,把人踹到一边去,滚开,别打扰我看戏。 观音应该还不认识我,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存在,而王力跑了过来,见我又是破口大骂。 你怎么在这儿?你们怎么坐在一起?我知道了,是你们和起伙来挑拨我们的关系的。 我放下手中的花生米,大大方方地承认了,怎么不是呢? 不过闹到今天这个地步,都是你们自找的吧。 观音确实不能怀孕,这又不是我们能左右的。 王力大声喊叫着,观音,你听到了吧? 他们就是和起伙来整我的,你得跟我统一战线啊。 不等观音分辨,我就先开口了,确实就是想报复你们,广告公司的老板, 潜规则下属,置其怀孕,在民政局门口大打出手,这标题够震撼了吧? 说着,我当着他们的面,将刚刚录的视频发了出去。 别! 观音赶紧抢走手机,摔在地上,这倒无所谓,反正我雨已经发出去了, 我盯着地上碎裂的手机,故意破坏他人财物, 观先生,赔钱还是跟我去警察局。 观音咬着牙关,我给你买个新的。 后来,那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了,丁思齐嫌事情闹得不够大, 又将最开始我替他捉奸实录的视频, 还有王力上门挑衅的录音,陆续发到了网上, 这一下就炸开了,观音的形象大跌, 再也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了, 事情发酵半个月,观音和王力一起找到我。 我本来不想搭理的,但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太诚恳了, 进门就跪下了,我坐在沙发上, 两人一边一个拽着我的大腿, 观音已经苍老了许多, 哥,求求你放过我,我的公司已经倒闭了, 我真没钱了。 我不该勾引你老婆, 您就大人有大量,帮我澄清一下, 只要说那视频里的人不是我就行。 王力满脸泪水,也附和道, 对对,李文,我们毕竟夫妻一场,求你帮帮我, 之前我给你的那五十万投资钱是观音的, 他现在报警说是我偷让他的钱, 银行那边也已经催我还款了, 求求你帮我想想办法, 我真的没钱了。 观音立刻转头, 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? 来之前不是说一起求情的吗? 王力带着哭腔说道, 那你凭什么报警说我偷你钱, 你不就想逼死我吗? 两人再一次扭打在一起, 只不过上次是在民政局门口站着打, 这次是在我面前跪着打, 我说,我一开口,两人立马安静了, 我请了下嗓子, 你让我澄清, 可我拍到的都是事实, 我也没造谣, 有什么可澄清的呢? 至于王力, 之前我们是夫妻的时候, 可没少帮你帝, 现在也是他该感恩的时候了, 你找他帮忙去吧。 这话说完, 我是务必舒爽, 这些年被他这个伏地膜压迫,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了, 我直接将两人请了出去, 从此之后, 不会再顾问这两人的事情。